好,我们下面接着来看第三段 在第三段的作者以自己亲身经历来证明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是能功敲价 第一句话说 Last spring, my wife suggested that I calling a man to look at a lawnmower 她说在去年春天,我的老婆的建议 我找个人来看看我们家那个草坪切割机 这个割草机坏了 去年春天, last spring,这个没什么说的 My wife suggested that,我老婆建议 这个suggested,一般过的事也没什么说的 但后面这个,后面的避语从句 That I calling a man 这个为什么I call,没有用I call的 没有用一般过的事呢 因为李老师说过 这个动词表示建议,要求,或者命令 那么其后的避语从句中 未语动词里边要用虚拟去 这个避语从句里边的未语动词 应用 should 度型的虚拟去 但是这个should,它一般可以去掉 在英联邦国家,有也行,没有也行 在美国是必须去掉 所以不加should,在英式美式都接受 加上should,英国正确,美国就出问题了 在这里面写全了 在英国可以改成I should call in a man 所以这个call必须用动词原型 因为前面可以看作省略了should 就是我们建议,我们应该吗 要求,应该,或命令,应该建议,要求,命令 这是虚拟去的 那么里面靠着一个calling a man callin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叫某人来帮忙 咱们看一看这个英文解释 call somebody in 这个in和somebody中间用双箭头 还是表示in是副词 这个人如果比较短可以放在前面 也可以放到后面 如果略长的话可以放到后面 如果长短是中等的话 放前后差不多太多 这说明in是副词 可以放在人之前之后都行 什么意思呢 to ask somebody to come and help you with a difficult situation 就是把某人给找来 来干嘛呢 来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下给你帮忙 就是叫某人来帮忙 找某人来帮忙 就我们来找个人来 来看看我们家的割草机 他坏了,这个意思 再看一个例子 your father is very sick you'd better calling a doctor at once 这个好翻译 怎么翻译呢 说是你父亲呢 现在病得特别重 你最好呢 马上叫个医生来帮忙 就是父亲病重 看又危险了 赶紧找医生来看看 就这个意思 calling 但是这个sick在这呢 得翻译成生病的 这不能发生恶心 不能这么翻译 你的爸爸很恶心 找个大夫把他弄死 那并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的父亲现在病重了 赶紧找医生来帮忙 立刻找人来帮忙 本文中也是叫个人来 calling 是这个意思 找人来帮忙 这个习语咱们可以使用 这个另外看后面 to look at 不是找人来看一看 我们家的割草机 这个不是看这个动作 而是表示检查一下 你表示看没意义了吗 请人来 打那块来 来干嘛 看看 这是割草机 见过吗 他被冲你 不行 我早就见过 是不过不是看一看 是来检查的意思 所以本文中 look at examine 检查 看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这个中国人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在中文中 这个look at 也能发现是检查 您看看我们家的空调 是不是出问题了 您看看这洗衣机 是不是有毛病 看看 这不也有检查的意思吗 这跟中文表达类似 这个怎么好理解 但并不是指看这个动作 那么动词段用look at 那么如果把这look 可能名词呢 检查 也可以说have a look at have a look at something 也是可以表示看 或者表示检查 都行 只不过把那look 用动词变名词吧 这个如果是仔细检查 怎么说呢 仔细的 咱们可以用形式close have a close look at something 叫仔细的检查 相当于 carefully examine something 仔细的检查 你不信咱们看看 在后文中就会出现 咱们看一下 咱们的第46课里面 就是在这课书 第21行开头 看课文的第21行开头 后面说 have a close look at it 仔细的检查了一下它 后面就出现了 have a close look 这个look是名词吧 好 看第二句话 为什么要修这个割草机呢 It had broken down the previous summer and though I promised to repair it I had never got around to it 就是这个割草机啊 在上一个夏天 就前年夏天了 这已经出故障坏掉了 并且尽管呢 我答应要修它 但是一直我没时间 干嘛呢 坐着忙着 给咱们写新概念英语教材呢 一直没时间来做这个事 这个breakdown 不说了 咱们多次说过 表示机器出故障了 my car broke down 我的车子抛锚了 出故障了 百分钟呢 完成时就broken down 就好了 这个在the previous summer 就前一个夏天 去年春天的前一个夏天 就前年夏天就好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尽管我答应 promise to do呢 答应要修 但是呢 I had never get around to it 一直没有时间 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出现一个重要搭配 考试中也考过 就是有时间 找到时间做模式 这个用get around 或在美国呢 一般多把round 换成around get around to something 或者to doing something 这个容易错 注意后面 跟借词to 而不是动词 不定是to do get around to something 或get around to doing something 都行 那么在英国多用round 在美式多用around就好了 后面加借词to 咱们看一些例子 听一道听一题 Number 18 I'm having trouble placing the bread with this knife Oh sorry about that I haven't gotten around to sharpening it yet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knife 好 他问的是 关于这个刀 咱们能推测出什么东西来 咱们再听一遍 看看选哪一个 Number 18 I'm having trouble placing the bread with this knife Oh sorry about that I haven't gotten around to sharpening it yet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knife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knife 关于这个刀 你能推测出什么呢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 B选项 Is doubt 这个刀 用道来修饰什么意思 刀是盾的 这刀很盾 为什么呢 咱们看一看原文 Number 18 I'm having trouble placing the bread with this knife Oh sorry about that I haven't gotten around to sharpening it yet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knife 这个听力题出自 老托福的听力片段 所以他用的是美式英语 第一个说 I'm having trouble slicing the bread with this knife 我用这个刀呢 切这个面包 有困难 切不动 这个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 叫做某事 有麻烦 有困难 咱们在以前说过 说过这个搭配 slice s-l-i-c-e 动词原型的 有个字母意 这个本来做名词 表示薄薄的一片 做动词呢 就切成片 片成片 这个动作 把面包切片 有困难 有困难 切不动 第二个男的说 oh sorry about that 对不起 关于这个事 我抱歉 为什么呢 I haven't gotten around to sharpen it yet 我呢 一直没有找到时间 来磨锋利 来磨这个刀 就是可能这个男人 以前答应过去磨刀 但是一直 现在没时间 你看 I haven't gotten around 他说的是 gotten around gotten gotten 读筷子后面的 gotten 李老师说过 鼻腔爆破 tin和瞪鼻腔爆破 再把这个in 跟around 连在一块 gotten around gotten around 当然这一看 是美式英语 因为英式英语 我换了round 这个词 但to 是这词 sharpening it yet 我现在一直没时间 一直没有找到时间 来磨这把刀 是这个意思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a knife 关于这个刀 能推测出什么来呢 肯定要磨的 肯定要盾呗 is dull 这个刀是盾的 咱们的片段 再听一遍 同时特别注意 这个gotten around 这个鼻腔爆破 再加上这个连读 No.18 I'm having trouble fiting the bread but it's nice Oh sorry about that I haven't gotten around to sharpening it yet What can be inferred about the knife gotten around gotten around 这是 鼻腔爆破 加连读了 get around 或get around to 表示有时间 会找到时间做模式 一直没时间来做 我们说 I will not hear of the suggestion and said that I would fix it myself 就是呢 我老婆建议我找人来修 但是呢 我不愿意 我不同意这个事 找人干嘛呢 换的钱干嘛呢 我说我自己就能修 I would not hear of the suggestion 注意这个hear 不能翻译成听见 也不能说 我没有听见呢 我没听见呢 老婆非抽头不下 刚说完 怎么会没听见呢 我不同意这个事 这是固定搭配 注意 not hear of something 不能翻译成 没有听说过这个事 我没听说过呀 不是 她翻译成 不同意 这个搭配必须用否定 叫不同意模式 咱们看例子 I wanted to pay but she wouldn't hear of it 你看 这个用的是完全正确 你不能翻译成 听说过 我想付款 吃完饭之后 来 我买单吧 这女的能不能这么说 什么叫买单呢 我没听说过呀 没事 什么叫买单 那我非打她不行 买单没听说 这像话嘛 她不同意 不行不行不行 我求你 求你办事 吃个饭 我得花钱 您不能花钱 这个意思 not hear of something 注意是习语 不同意 这就通顺了 对吧 我不同意 我老婆这个suggestion 哪个建议呢 就是不运步的 让我来找一个人 来修割草机 这个建议 如果把这个suggestion 把它描述清的话 后面可以加同位同具 是本文中相当于 I would not hear of the suggestion that I calling a man to look at a lawnmower 对吧 这个建议 我不同意我老婆 找一个人来 来修我们 来检查 割草机的这个建议 在这里面 依然用 I calling a man 为什么呢 这个前面这个suggestion 是表示建议的 这个名词 咱们以前说过 表示建议 要求命令 对吧 动词后的 宾语从句 还有名词后的 同位语从句里面 都得用 顺度性的虚拟 在这里面 依然可以看作 省略的should 在美国是必须去到should 在英国 有没有should都可以 本文中 其实把同位语从句 给省略了 因为前面有语境嘛 不是我老不说 确实是建议 我找人来修吗 我不同意 他的这个建议 就这个建议就好了 并且怎么样呢 I said that 并且说 I would fix it myself 我呢 亲自 我自己修 这个 oneself 在第一段 咱们刚刚讲过 它跟那个for oneself 是类似的 表示亲自去做 不用找别人 我自己亲自出马 我自己就能修 就这个意思 于是乎呢 大丈夫 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这个亚历山大 就开始修割草机了 One Saturday afternoon I hauled the machine into the garden and had a close look at it 有一个周六的下午 I haul 这个haul 就是拖拉拽 用力去拽 咱们说过 H A U L 在42克 现在洞穴人 咱们讲过 我把这个机器就拖了 轮子坏了呗 拉不动 就愣 愣蹬到了 我们的花园里面 并且仔细地检查了它 had a close look at it 就相当于 examine it carefully 咱们说了 have a look 也是检查的意思 并不是看 这个格造解释 是检查 然后呢 As far as I could see it needed only a minor adjustment a turn of screw here a little tiny knob there a drop of oil and it would be as good as new 好 咱们先看个这句话 稍微长一点 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这个 as far as I could see 是固定搭配 咱们刚刚说过 这个范儿表示程度 在我来看 就我只能看到这么一个程度 再多可看不到了 我是外行 是业余的 在我来看 这是做状语的 然后怎么样呢 it needed only a minor adjustment 这个仅仅需要一个小的调节 这个minor 咱们说了 叫微小的 微不足道的 它的反语词 就是咱们见过的major M-A-J-O-R major 这个adjustment用的很准确 咱词中说了 这个词本身一般表示微小调整 那么做什么小调整呢 你看后面那个黄颜色的几个画横线的部分 都是做前面那个 a minor adjustment的同位语 做同位语 第一个 a turn of screw here 这里拧一拧螺丝丁 这是小调整啊 然后a little tiny enough there 在那里把它紧一紧 也是做小调整啊 drop all you 再点一滴油 也是小调整啊 所以你看一二三 这三个画横线部分 都是做前面那个 a minor adjustment同位语 然后呢 and 跟前面 it needed only a minor adjustment 就是并列句了 比如怎么样 it would be as good as new 就跟新的差不多了 这个as good as 咱们在第二课就说过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像什么一样好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as我们得加一个名词 跟这个东西一样好 但本文中后面加的是形容词 说明前面as good as 当壮语来用 这个时候的翻译成 像什么什么一样 跟什么什么差不多 得翻译成更新的就差不多了 这个答题咱们一会儿 一会儿做复习 好 我们这个这个 第一个先看一看 刚才那个据我来看 as far as I can see 咱们讲固定答题 再我来看 这本文中只不过呢 是过去是吧 看一看固定答题 然后后面看那个as good as 在本文中 不能翻译成像什么什么一样好 得翻译成几乎差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本文中后面是修饰一个形容词 像什么什么一样好 后面得跟一个名词才行 如果后面跟是形容词啊 副词啊 动词啊 说明它本身as good as 就是一个副词 相当于almost 或者nearly 就几乎差不多 这可不能翻译成像什么样好了 就跟新的差不多了 是这个意思 咱们回忆一下第二课讲过的例句 the injured man is as good as dead 能不能翻译成 这个受伤的人跟死人一样的好 死人怎么会好呢 这个伤害差不多已经死了 就是你说没死吧 也差不多了 汪当跟卡车穿一块 脑袋掉了 但是还连着一根筋 你说你说这没死也差不多了 跟死人一样 再比如说 everything is as good as settled 每一件事都差不多 已经解决了 得翻译成几乎差不多 而不是像被解决一样好 为什么呢 你看第一个 后面that是个形容词 第二个settled 是动词的被动 说明前面as good as 当副词来用 这个时候一定翻译成 几乎差不多 而不能翻译成 像什么什么一样的好 因为像什么一样好 后面再加名词 什么时候翻译成 跟什么一样好呢 后面加名词就是 比如说看18页倒数第二行 18页课文的倒数第二行 13 is not as good as one but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这个得翻译成像什么一样好 后面万是名词来的 13并不如一那么好 敲一下最准呢 但是他被一下不想 要强一些呀 这个是像什么什么一样好 相信大家就很好编析了 英语特别是书面 也真是一个细致的手一伙 可来不得半点马虎 好了 这个再回到文中 看后面第六句 后面说 inegatively the repair job was not quite so simple inegatively 咱们以前说过 44个讲过 不可避免地必然的 说必然的 这个修理工作 并不像我想象的 如此之简单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那修理工没饭吃了 没这么简单 the mower firmly refused to mow so I decided to dismantle it 这个割草机 还是固执地拒绝割草 并且呢 我没办法 我决定把它拆开看一看 这里边是不是有毛病啊 大写八块给拆开了 这个mower 就是刚才那个long mower 这个mower呢 就是动词割草的意思 切草 但有人说这个地方 不是用词重复了吗 你这个前面用mower 后面用mower同根字 你不如把这个mower换成cut 这不也是割草的意思吗 这个地方是故意用同根字 增强一个对比的效果 有个人说 李老师 您这讲课两头土 你说不一样 你说替换 一样 你说故意一样 那我怎么知道是替换 还是故意一样呢 这个不是两头土 这确实有道理 为什么呢 你看我这个地方换词倒不好了 我故意用这个mower好一些 为什么 你这个割草机 为什么名叫mower啊 因为你能去mower草 所以管你叫mower 你叫个mower 你不去mower草去 你不是枉为mower一场吗 你白叫个mower呢 你看故意用这个mower这个动词 它不换更好一些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可能能加深理解 比如说看这句话 The waiter refused to wait on us 这个服务员拒绝为我们服务 你看这个wait on表示伺候某人 为什么叫waiter呢 你的功能是wait on customers 你不来问我们服务 你叫什么waiter 当然如果wait加for 那是等某人 wait on是服务 如果你把wait on 换成动词serve 反正都不好了 因为你叫waiter 不是目的是 你的作文是wait on吗 你不wait on叫什么waiter吗 拒绝问我们服务 这个更好 你看比这个用serve就好一些 这增强对比效果了 再比如说看这句话 If we see the unutterable it is unwise to try to utter it 这个句子出自新概念第四册 二十四课 论媒 Beauty这个课 这个到了四册 李老师会讲 unutterable叫做无法说出的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形容词加定文斯德 表示一类事物 如果我们偶尔惊鸿一瞥 看到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事物 怎么样呢 it is unwise to try to utter it 你非要把它说出来 这是很不明智的 unwise不明智的 这utter可以表示说 表达 或用声音 声带发出声音 什么声音声叫喊声也可以 你看这个utter 如果换成say 也是说 但就不好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那个词叫unutterable 它自根里告诉我们 utter是说 不能够utter 你偏要去utter 这不是unwise吗 很不明智吗 大家能提到吧 如果就换成say 都不好玩了 你不能utter 你偏要utter 这是当然很不明智的 有这么一个效果 再比如说 你看这句话 前后动词名字用同一个字 we only help those who really need help 你看这个故意没有提款 故意用同一个字 怎么翻译呢 我们只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对吧 你需要help 我就help你 如果你提款都不好玩 你比如说 we only help those who really need assistance assistance也是帮助 那你需要assistance 我 help你干嘛呢 你需要help 我刚好去help你 翻译着我们只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这个人 所以这个换语不换之间是怎样的微妙的文学的感觉 语言并不是一个 并不只是一个传达意思的工具 它本身也是一个艺术 你说的好了 更容易打动对方 尤其在咱们作文中 写作之中 更要考虑好的时候再写 写的再不好就没法解释了 口语中允许出现一些麻麻糊糊的地方 但写作中是不行的 三侧是书面语 对咱们写作有更直接的帮助 好 我决定呢 I decided to dismantle it 我决定 dismantle 就是take something apart 把它拆开 这里可以换成 so I decided to take it apart 把它拆卸开 take something apart 就是拆开的意思 我觉得把它拆开 拆开看看 到底里边出什么事了 这个意思 于是乎呢 做着七的咔嚓 把它拆个 拆容易 螺丝钉一拧 不就拆开了吗 所以你看 the garden was soon littered with chunks of metal which had once made up a lawnmower 马上花园里很快 就堆满了烂七八糟的一些金属块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组成割草机的零部件 把它七的咔嚓 大些八块拆开了 这个chunks of metal 这个chunk 就是一大块的东西 大块大块的 大块的牛肉 大块的面包 大块的金属块 都行 chunk 就大块的东西 花园里很快堆满了 堆满了 杂乱的堆满了某个东西 这个咱们多次说过 在二十八课 还有在原来的第三十九课 咱们多次说过 对吧 这个叫be littered with 可以把它换成be cluttered with 叫杂乱的堆满了什么东西 这个被动 当然中文翻译是主动 在乱七八糟堆满了什么东西 咱们先看一个简单例子 the floor was littered 或者was cluttered with broken glass 什么意思 地板上满都是碎玻璃茶 就乱七八糟 这一个那一个堆满了碎玻璃茶 可能一个杯子碎了 满地都是碎玻璃茶 杂乱无章的堆满了 这个咱们再看一看 第三十九课的例句 在一百七十八页第二行最后到第四行 一百七十八页第二行最后到第四行 第三十九课篇段 Even though the road was littered with boulders and pitted with holes Bruce was not in the least perturbed 他说尽管这个道路上满都是大圆石头 到处是坑洞 但布鲁斯呢一点都不担心 这个呢是be littered with 叫堆满了什么什么东西 满都是什么东西可以用它 好 这个他的翻过来用主动结构呢 就堆满某个地方 咱们可以翻过来用litter或者clutter就好了 litter或者clutter 做动词可以表示堆满某个地方 堆满在这个地方 咱们看一些例子 broken glass littered floor 或者说broken glass cluttered the floor 碎玻璃茶堆满了地板 堆在地板上 所以地板做主意的话 后面用被动就好了 只不过记住被动 后面加with 不要加by就好了 这个三十四课也出现过 这个极物动作用法 这个主动用法 咱们看一百五十八页 第五行到第七行 一百五十八页的第五到第七行 人们总是希望 在这这个发霉的 阴暗的杂论无章的 迷宫一般的房间里边 对吧 一件真正的真品 能够被找到 在哪呢 在大堆大堆的乱七八糟的杂货 什么杂货呢 堆在地板上的破烂货里 找到一件真品 这个litter 跟上面这个litter的用法是一样的 堆满某个地方 如果某个地方堆满什么东西呢 用belittered with就好了 这是讲过智子的复习 好 他说 花园里很快堆满了大块的金属块 而这金属块是什么呢 which had once made up long movers 他是曾经组成割草机的零部件 这个make up在这表示组成了什么什么东西 组成构成了就好了 但是作者呢 很高兴 but I was extremely pleased with myself 他说 我对自己呢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非常满意 be pleased with 表示既开心又满意 这个状态 这个 咱们在以前见过 这个be pleased with 表示对什么很开心很满意 咱复习一下 在23课 在23课 114页的第16行 114页的第16行 Robert was delighted to see me and equally pleased with my little gift 罗伯特看到我之后很高兴 并且同样对我的小礼物呢 很开心很满意 be pleased with 对什么很开心很满意 本文中说为什么呢 I had traced the cause of the trouble 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麻烦的原因是什么了 这个cost表示什么什么的原因 什么的理由 这个trace表示找到了 尤其是那个罪魁祸首 那个根源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下这个 第28课 也出现过类似用法 就是第134页 第20行最后 134页第20行最后 I felt especially pleased with my wind for bargain until I got back to the ship 我对自己呢 非常出色的这个买卖 买得这么便宜的东西 觉得特别特别满意 直到我回到船上为止 就feel pleased with 也觉得对某动机开心又满意的感觉 只不过B动词换成feel了 为什么呢 I had traced the cause of the trouble 我已经找到了麻烦的原因了 这个trace用的好 找到了什么什么的根源 找到了什么什么的根 用它类似于track down 找到了 尤其是沿着痕迹 慢慢慢慢找到最后那个源头 那个元凶 那个最终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它跟track down是类似的 我们分别读一下 trace track down 找到了 尤其最终那个原因 这个也好记 因为trace这个词呢 本来可以表示痕迹或者踪迹 想留下的脚印啊 指纹呢 按照这个能找到最后那个 罪魁祸首是谁 所以找到用这个名词当动词来用 非常很倾向 不是咱们以前有这么一句话叫 偷风不偷月 偷雨不偷雪 点灯人未睡 咳嗽心必须 就讲这个 从这小偷这行业 也必须先拜师学艺 偷风不偷月 下刮风天 可以偷东西 大风一吹 人以为东西掉了 其实 贼蹦进来了 借助风声 可以做掩护 那大月亮地 一看能看见的不行 偷雨不偷雪 下雨天 偷东西方便 大雨把这足迹冲走了 气味都没了 警犬都没用 偷不偷雪 因为下雪地 第二天有脚印吗 顺那个脚印 就是trace 倒倒倒 连贼窝都找着了 所以你看 找到吗 用trace吗 咱们看一下例子 the president vowed to trace or track down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bombing 这个总统下发誓 vow出这叫发誓 发誓要找到 那些为这个炸弹袭击 负责的人 trace 会track down 就要找到 那些就是 做炸弹袭击这个人 这个元凶 一定要把他逮住 好 那究竟什么原因呢 one of the links in the chain that drives the wheels had snapped 就是有一个驱动 这个轮子的链条啊 中间有个铁环给断了 找到原因 这个link在这表示链条 这个chain表示铁链子 这里面这个link呢 表示链条中的一个铁环 所以呢 很多环构成一个chain 中间一个环 就一个link 所以有一个环呢 是什么 就构成这个链条的一环 这链条是干嘛的呢 加定义从具 the drive of the wheels 驱动这个轮子的链条 还是定义从具 这个drive呢 是驱动的意思 驱动一个轮子来转 这个链条 怎么 had snapped 已经崩断了 这个snap snap 用的很形象 它表示啪的一声崩断了 尤其表示 崩得太紧 像琴弦一样 啪的一声断了 把这树枝 啪 一声撅断了 这个力量太大 不就撅折了 这么啪的一声断了 因为这个snap 本身表示啪的一声 像那个snap 就类似于 打响指 这么个动作 啪 一声崩断了 这个环给断了 那买个新链子 不就好了吗 After buying a new chain I was faced with the insurmountable task putting the confusing jigsaw puzzle together again 在买了一个新的链条之后 我就面临着这么一个 难以克服的这么一个 难以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 就是把这个令人迷惑的 拼图游戏 再次拼到一块 拆着拆开了 这个装装不上了 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复习吧 be faced with 还能换张 be confronted with 讲过多次了 应该大家有印象 比如说我们说过 China is faced with was it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overpopulation 中国面临着人口过剩 这个问题 这面临着 咱们说过 做复习 这个insurmountable 就是这个 不能克服的 或者难以应付 难以对付的 这个形容词 咱们认识就行了 跟老师大声都变 insurmountable insurmountable 难以克服的 这么一个问题 或者障碍等等 这本文中是什么呢 putting the confusing confusing 咱们讲过 令人迷惑的 jigsaw puzzle jigsaw puzzle 表示拼图游戏了 这是用暗语的修辞了 就把这小块 拼成一个机器 就跟咱们把 那个很多片片 拼成一个图画一样 这很费劲 拆着拆着拆着了 拼拼不上了 I was not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machine still refused to work after I had reassembled it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I was left with several curiously shaped bits of metal which did not seem to fit anywhere 咱们再看看 这个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句子主干呢 其实就是 I was not surprised 我并不感到惊奇 然后我们 to find 从to开始到 句末 整个的协体 从to开始 一直到这个 逗号这 to find到逗号的 这儿结束 整个这个协体字 to find that the machine still refused to work after I had reassembled it 整个在这 动词不定式 做原因状语 因为这个而惊讶 动词不定式 做原因状语 那么原因状语 里面呢 后面那个 namb开始到 逗号结束 中间这单人 做find 的递号结束了 发现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机器 还是拒绝工作 在什么呢 递号从去里面 还迁套一个 时间状语从去 就是在画横线的部分 迁套在递号内部 在我把它 重新装起来之后 刚才看过 assemble是组装 reassemble 就再次装起来 原来在一块 check再次装到一块 为什么呢 从for开始到 句末 整个的是 原因状语 只不过是因为 这么一个原因 for the simple reason net 什么原因呢 从net开始 这个写体字到句末 那当然做前面 这个simple reason 它的同位于了 这个简单的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我被给留下了 这个东西 就还剩下了 还剩下几个 奇形怪状的 小金属块 什么金属块呢 画横线的 又是定义 从去修饰 这个金属块 beast metal 它是哪里 也装不进去 的金属块 后面这个fit 在这儿是安装进去 装进去 大小刚刚合适 放进去 这个零部件 这个时候还不能工作 那很正常 做着说的很幽默 这个里边 有一个固定搭配 就是只不过是因为 for the simple reason net 咱们说过 相当于simply because 只不过是因为 但是它比simply because 更正式一些 我们往往用名词 来过渡一下 往往比单独用 其他词性词 要更为正式 名词抽象正式 这个适合书面使用 那么只不过因为 把这搭配可以记住 咱们复习 在第四课的 二十六页第二行见过 二十六页第二行 在第四课里面 咱们复习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常常被称为 叫白领工人 只不过是因为呢 他们通常都穿戴着 白衬衣这个领子 还有领带呢 去工作 那只不过因为 for the simple reason 相当于simply because 就好了 本文章是只不过因为呢 I was left with 那么我被给留下了 这个东西 其实是把某个东西 留给某人 这搭配置 leav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把某个东西 留给某人 在这用被动呢 就我被给留下这个东西 其实咱们可以 按照这含义翻译证 还剩下几个东西就好了 还剩下几个 teorously shaped 叫奇形怪状的 这个又是十八课的知识 shaped 本身可以让形容词 某种形状的 咱们记得 heart shaped 心脏形状的 v shaped shaped v字形的 v shaped color v字形的领子 这个奇形怪状 curiously奇形怪状的 咱们看跟十八课 一个搭配多像 咱们看一下 第82页的第十行最后 第82页第十行最后 就是十八课里面 oddly shaped forms that are suspended from the ceiling and move in response to a gust wind are quite familiar to everybody 奇形怪状的 雕塑品 挂在天药板上 风一吹来回乱动 雕塑品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熟悉 oddly 就是本文中的 curiously 表示 很奇怪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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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特的 后面修饰形容词 shaped 奇形怪状的 就好了 bits of metal 小金属块 看似哪个地方都放不进去 这个fit在这儿 是装进去 大小刚刚合适 能安装进去 在这儿相当于动作 go 放进去 大小刚刚好 the key won't fit in the lock 这个钥匙弄错了 为什么 插不到这个锁里面去 进不了锁眼里面去 所以大小刚好放进去 fit 也会呢 won't go in the lock 这个fit跟go一样 大小刚刚好 可以插进去 放进去 这个零部件 哪也装不进去 I gave up in despair 做了费了半天 就算了吧 我绝望的放弃了 这个绝望地 咱们又是在第七课 讲过这个复习 do something in despair 就绝望地做某事 绝望地 这个我们还记得这句话吗 he killed himself in despair 他绝望地自杀了 就绝望地做某事 这个不能翻译成 他对杀死自己感到很绝望 拿刀捅了三年 怎么就捅不死呢 并不是对做某事绝望 而是绝望地做某事 他绝望地自杀了 这么一个意思 大家这个绝望那词 我们复习家以前听过的 I have a dream 我有个梦想中的一个片段 大家还记得吧 有了这样一个信仰 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 从绝望的大山里 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he killed 本来并语是a stone of hope 他被并语后 这先说状元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从绝望大山中 砍下一块希望的石头 这个despair是绝望的意思 那么绝望地 in despair就好了 那如果去这个despair 这个速度动词呢 做某事很绝望 怎么办呢 那despair off就好了 对某事绝望 会对做某事很绝望 对吧 这个时候就是动词despair 我们就off the teachers began to despair of him 老师们对他已经开始绝望了 怎么说都不听 就是不好学习 最后把校长捅死了 对吧 我们说对他都绝望了 不行了 despair of him 可以这么说 那家动名词也行啊 Mike despair of ever seeing her again 迈克对再见他一面 已经感到很绝望了 这女孩子总是躲着他 这个迈克对 再次看到他 已经不抱希望了 这是对做某事很绝望 当然in despair 是绝望地做某事 把它分开就好了 看下一句 the weeks passed and the grass grew 好几周过去了 草一直在疯长 没有割草机了 这个past 就时间的流失 past 它相当于 go by 或者用四册文言词汇 elapse 时间的流失 咱们分别读一下 past go by elapse 时间的流失 百分钟呢 可以替换 替换成什么 when by 这个elapse 都可以 你看他为什么用past 不用when by 和elapse呢 因为用past 跟home and grow 都是单音节词 音韵和谐 你要说the weeks when by and the grass grew 就别扭 因为past和group 都是单音节词 它读起来音韵好 你看我们看下边 这个谚语 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上背 你看这里边 本来不押韵 但依然成谚语 它音韵 它的音节数一样 读起来还是上口 an idle youth an needy age idle 是闲散的 无所事事的 needy是穷的 use是青年 age是老年 这age不是年龄 是老年 你看an 对a idle 两个音节 needy 两个音节 use 一个音节 age 一个音节 你刚好的音节数一样 an idle youth an needy age 这个读起来 还是朗朗上口 音节数一边多 跟对对联 一个字 对一个字 这个对的好 所以呢 你看这个past 一个a 一个单音节 grue 一个 o 这是后面 是单音节 是oh嘛 两个都是 是单音节 就一个 重音原因在里面 所以这么呢 它更符合 这个音节数 统一读起来上口 when my wife neged m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told her that either I would have to buy a new mower or let the grass grow 当我老婆数了我 唠叨 这个neged 叫唠叨 数了 后面加不加 都行 本本就没有加 加上呢 neged add me 加at 那个add也行 那么 对这 做多些事 你不管不合适 我跟他说 either 我们跟 or搭配 要么 要么怎么样 要么呢 我得买一个 新格草机 要么呢 干脆让草长下去 好 咱们接着看下一句 他说 need to say our house is now surrounded by jungle 不用说 你也能知道 我们的房子 现在已经被丛林 所包围了 这个need to say 咱们多次见过 就不用说 你也能知道 固定搭配 做状语来用 类似于咱们说的 as you can imagine 正如你能想象到的那样 就不用说了 您能想象得到 这两个搭配可以替换 都做状语 然后呢 our house is surrounded by jungle 我们的房子 被一个丛林所包围了 be surrounded by 是被什么所包围 jungle呢 本来是丛林 这个地方用夸张的 修辞方法了 草长得跟树一样高 被丛林好像就包围了 这夸张了 很幽默 最后说 there is somewhere in deep grass there is a rusting lawnmower which I have promised to repair one day 这个咱们做做 这个语法成文的分析 这个bury somewhere in deep grass 这是个过去分词短语 整个黄颜色的 第一行的黄颜色的 这明显是修饰这个 lawnmower 修饰这个割草机的 但是这割草机后面有个定义丛具 在修饰它 如果把这个放到中间呢 这个定义丛具就不知道是修饰grass 还是修饰mower了 所以把它挤到巨首了 因为它这个后面有定义丛具 所以在这儿呢 但是我们看到还是修饰这个割草机的 就埋在草丛深处的 这么一个正在生锈的割草机 有一台Resting Rest本来叫生锈掌锈 这正在生锈的割草机 天天下雨 风吹雨打 慢慢都秀死了 割草机什么呢 在家定义丛具 这就是我曾经许诺过要修的 有朝一日要去修的割草机 现在在草丛深处正在生锈 就说明赵运了 在第二段说的 并非每一个人都是能功巧匠 这个还是树叶有专功 亚历山大呢 修不了割草机 还是老老实实给咱们写新概念英语好一些 因为亚历山大的遗孀 朱利亚女士 曾经到我们的新东方访问过 我们当时还问 就是这个新概念三册的课本是哪里来的 那朱利亚说 90%以上 是她老公一篇一篇写出来的 这前三册基本都是亚历山大本人的作品 但四册呢 它没有这个能力 它并不是大文豪嘛 是教育专家 所以四册都是名家大师的作品 咱们四册里面有更优美的句子 那是在近这个一二百年之内 咱们地球上最有才华的写的文章